听说了吗 祖里新来了个冤大头 自己贴钱试验养鱼啊 借用我们的人和设备 这不奖金就有了吗 咱们大伙得团结一起啊 先前搞了五个月都没搞成 可别让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看咱们的笑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老曹 之前那些母鱼 是你向云民收的吧 小姚每天办的饲料 我检测的吧 结果呢 鱼是一批一批的死 就一批一批的买 那点经费早就花完了 可也没人追究啊 可是现在外来人来了 他可就不一样了 怎么就不一样了 他的结果 跟咱们一样也就罢了 那万一成功了呢 杨厂长他不追问啊 水产所他不追问啊 老曹 也不是我说你 你一个高级职称 怎么国家内的经费在你手里 他就没点结果呢 小杰 小姚 过来 陪我打起吧 来 来 来 把镇子搬过来 对了 对 我可听说 梅衡水那个边外 带来的可是野生大黄鱼的卵 那质量 跟老曹跟那个渔民买的 那个小不点儿 那哪能比 那就养吧 管他什么那个追究不追究的 其实啊 我是侦盼着咱们厂的这个 人工养殖大黄鱼做成了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送设备的是吧 是 那你自己找地方一下吧 来 将来啊 这个成批成批地卖出去 我们厂子就起死回生了 您倒是把厂子当自己家了 技术上的事您比我们懂 我可知道一句话啊 猫交老虎 自己还留一招呢 就是啊 人家带着钱来 自然也是奔着挣钱去的 老曹 你自己找个心眼 你这话说得在里儿 这个大黄鱼这东西啊 他的金贵 我们才做得最清楚 这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到时候 我们要是想出办法来 咱哪 也不告诉他 老曹 我可知道 何有志何老板 好几次想挖你过去呢 你该不会到时候 想出办法来 也不告诉我们吧 那哪能呢 不过 他是找过我几次 可我没答应呢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调设备 你调试吧 调试吧 这个抱着这个 郭优厂的铁饭碗 咱们不端了 到他集体企业 你当我傻呀 那就好 戴神 到时候你要真去了 也帮我们也看看好不好 咱们就这么同意了啊 我们的决策是表面配合 背后 砸锅 砸锅 定了啊 岁里漫了 我接孩子去了 下班喽 来 让一下 来 你们不等雷横水了 交给你了 先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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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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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儿见啊 好 好 小伙子 赶紧了 还有半小时 我也下班了啊 您就是曹师傅吧 是呀 怎么 我就是雷横水 你就是雷厂长啊 这么灵气 雷厂长雷厂长 你好你好你好 刚才让你笑话了 曹师傅 我还没正式任命 就是跟咱们国企联营的 先别叫我厂长 我就想把大黄鱼搞成了 既然是厂里的老大哥 对吧 这么消极待工的浪费是吗 这时间 这不合适吧 雷厂长 你刚来 来 来 抽烟 行了 我不会 呆长了 你就习惯了 就这样 雷厂长 雷厂长 开会呢 杨厂长 不打扰吧 不打扰 有事您说 我就是想问您一个问题 咱们厂这个人怎么都这样 怎么说 怎么样 我把这话说得明白一点 咱们厂还有没有点正常人 都很正常 对呀 怎么这么说 就是那种工作有积极性的 有热情的 不消极待工的 不迟到早退的 我这话说得够明白的了吧 你是见过他们的 见了 现在的国营企业 就这样 有胳膊有腿 能干活 就可以了 你要是真有意见 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这不是您说不说的问题 就这种态度 怎么养大黄鱼啊 您告诉我 国营企业嘛 推子不走 拉倒退 你叫我有什么办法 行 那我就明白了 我再问您一句 这些人您是不是交给我了 交给你了 我说了算不算 算 好吧 这样 您看啊 这个是下个月的经费 您先收着 只有出成绩的人 才配拿这个钱 正好啊 大伙都在 我多说一句 现在呢 我刚走上了 育苗的试验阶段 这样吧 等将来我的大黄鱼 成批上市了 我请大家来帮忙 杨长长 他们大黄鱼鱼这么发工资了 他们不就是每天放放水 投放点资料吧 我们都可以啊 对下主 大黄鱼鱼特殊啊 他跟你不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简单不是钱算了算 对呀 快快快快快快快钱 别抢别抢 这不是贾金呀 你们的工资啊 我会想办法给你们解决的 这是大黄鱼鱼鱼的 那把钱掉了 还问我发工资啊 小毛最近成绩退步的 那是一塌糊涂 我最近提早半小时去接他 这可不是吗 不是 我一会跟你说啊 我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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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厂长啊 这什么呀 新发的工作日誓 回头抽空的时候啊 都好好看看 老曹 看报纸呢 看报纸 你不用藏了 看吧 我们奢族男人也织布 给我看看 你这用的是平针吧 这得真不错呀 但是你看这儿啊 这口罩有点松 是吧 你别听我们说话了 打电话 谢谢厂长啊 客气是吧 说这年轻领导就是好啊 不像那老杨光我们那么严 厂长 真好 这是干吗呀 锁起来干吗呀 我呀 也经常看报纸 这新闻上说了 这新闻上说了 女同志织毛衣 这眼睛长时间盯着 对眼睛不好 熬一结合 该休息的休息会儿 这钥匙呢 下班之后到这儿来拿 先走了 补充一句啊 新规定 以后呢 工作时间 工作必须完成 不然的话 一律加班 走了 还真是新官少人三把火呀 你看呢 这样 小声点 别让他听一眼了 老曹 刚才从办公室啊 忘了拿这个了 所有的这些数据啊 我看了还不够清楚 重新坐一份 别站着了 坐下 走了 忙吧 潘潘 走了 再见 再见 陈潘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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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啊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海妹 海妹 来来来 来来来 你看啊 是这样 虽然啊 现在下班了 我在耽误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呢 帮我去引荐你说的刘老师 他同不同意见我 咱们再说 至少咱们努力了吗 洪水啊 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刘老师虽然是研究 这个大黄鱼方面的专家呀 但他性格太古怪了 我登门办法好多次了 我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是 这件事呢 确实呢 是有难度 你说你啊 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当初这么坚定地做大黄鱼 这个项目 我以为你什么都准备好了呢 现在看来啊 就是临时抱佛脚 雷厂长 再见啊 再见 这怎么能是临时抱佛脚呢 咱们现在这是万事俱备了 只欠东风不是吗 这么好一个时机 可千万不能错过呢 你看啊 等回头 咱们什么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妥当了 让别人解足先登了 那可怎么办 是吧